好的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中度颱風泥沙目前的中心位置 大約在我們的鵝蘭壁 西南方320公里的海面上 過去來說它的強度是稍微的增強 近中心最大風速來到每秒33公尺 所以在我們這一報 我們的強度上定成中度颱風 另外它的暴風半徑 還是維持先前的200公里 變化並不是太大 但是由於它的暴風半徑 已經脫離我們的近海 所以我們氣象局在今天晚上的8點30分 解除了第20號颱風泥沙的海上颱風警報 泥沙颱風雖然解除了它的警報 但是它的風雨影響還是在的 我們由雷達回波圖上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從雷達回波圖上可以看到 目前它比較強的回波是在 它的就是颱風環流的東南風跟 東北風交會的地方 也就是在我們的桃園以北 特別是在大台北跟基隆北韓這一帶 我們預計桃園以北跟宜蘭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還是有局部 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率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另外在我們的東半部地區 由於偏東風 偏東南風的影響 所以在它的銀風面上 還是有一些間歇性的降雨的發生 請大家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我們再看一下回顧這一次的降雨 我們從雨量觀測上來看 從15號的臨時到今天的8點為止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降雨 還是在銀風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特別是在新竹以北大台北跟宜蘭花蓮的山區 這一帶降雨是最明顯的 那種雨量的部分來看的話 可以看到到今天晚上的8點30分為止 雨是最明顯的地 累積雨量最大的地方 是在我們台北的晴天岡 累積雨量來到999毫米 就是從昨天的零時到今天的20時的累積雨量 另外的話宜蘭的大銅巷的熱水分效 也有974毫米的雨量 那雨量都是接近1000毫米這樣的雨量 而且目前看起來雨勢還是會在累積當中 另外新北的汐止 基隆的五篤 還有桃園的復興都有超過500毫米這樣的累積雨量 所以累積雨量在北部還有宜蘭的雨勢是相當的多的 那我們回到未來的展望的雨勢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明天 雖然說颱風逐漸的遠離到東沙島海面 但是明天的東北季風會增強 所以明天的天氣還是受到 東北季風跟泥沙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不過雨勢上來講會比較集中在我們的 桃園以北跟宜蘭這些地方 雖然東半部跟其他地區都還是有降雨的機會 但是我們預期最明顯的還是在我們的 桃園以北跟宜蘭 這些地方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好雨 請大家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再來之後天氣上來說水氣逐漸的減少 但是禮拜二禮拜三的天氣 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降雨還是比較偏向在淫風面的北部東半部地區 桃園以北東半部地區是主要降雨的區域 在我們的大台北在山區的部分 還有在我們的基隆北海岸跟宜蘭 還是有可能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之後東北季風就逐漸的減弱 環境風場變成偏東風 在大台北地區跟東半部地區 還是有些絕不切的降雨 其他地區大致可以維持多雲道勤的天氣 這整個禮拜的天氣分布大約是這樣 尤其是禮拜一的時候 其實風雨還是會比較明顯的 最後在風力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提醒一下 最近的觀測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觀測到最大的陣風 其實主要還是在雲林以北 還有恆春半島以及外島的部分 普遍可以來到九到十級的強陣風 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們的蘭嶺 今天還是有觀測到十一級的強陣風 這些地方都是風力比較大的部分 明天的話更要注意 明天我們說到 就雖然說颱風逐漸的往東沙島海面上來移動 但是明天東北季風會增強 所以可以看到從明天一直到後天 十七十八這兩天 強風的分布上來看 其實是比今天的風力要來得更大的 在我們的台南以北 恆春半島跟外島的部分 風力甚至可以來到九到十二級這樣的強陣風 所以颱風雖然遠離 但是東北季風增強 風力也會增強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在海邊活動一定要特別注意自己的安全 最後提醒大家 就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時間 北北基陶跟宜蘭還是要注意 可能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甚至有局併豪大雨 豪雨大雨這樣的雨勢發生 明天明後兩天風還是強 浪還是大 還是容易有九到十二級的強陣風 在沿海空曠地區跟外島活動 還是要特別注意 另外明天開始東北季風增強 溫度也會開始下降 我們預期在二十號之前 在北台灣整天都會是比較涼的情況 最低溫的部分可以來到十八十九度 其他地區的最低溫 也可以來也只有二十一二度上下 中南部地區雖然影響沒有北部來的大 但是早晚也是比較涼 請大家特別注意溫度上的變化 以上是這一節最新的颱風動態 以及宇宙預報的內容